现在这个高度是偏高的 落不了低了 这他妈怎么一样 F这我熟 大哥你能再说得清楚一点吗 OK 然后我好像看到跑到了 然后现在应该做啥 大家好 坐在我边上的 这个是我的发小 他是一位民航的飞行员 他是一位机长 大家好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想干一些 我原来一直想干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干的事 比如说 我作为一个新手 我能不能独自降落一架 737到航班 这是你今天让我来的目的是吧 对 就是你觉得行吗 我觉得如果是全程接送驾驶 以你的智商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以我的 对 待会儿呢 就是你在外面 我都明白了 那就是让教员陪你进去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夜里11点 我马上就要在后面这个模拟舱 去跟大家飞一下 老炮老炮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听得到 就你告诉我 我边上的这个已经失能了 所以你告诉我 这应该怎么看 好嘞好嘞 在你的正前方有两块屏 正前方的那块屏 是所有的那个关键的参数仪表 就是 都是在这块屏上 然后在它的右边的这块屏 显示就是你的所有的导航数据 然后在这个导航数据上 你去找一下有没有PEK这个点 再往就是090 但我也不知道这事是哪是PEK 你现在是往正东方向飞 然后那你就先 调转航向先飞一个27270吧 先飞个270 然后在你的这个就是 封挡的正底下 有一个方向是Hiding 写的英文的是Hiding 你把这个底下这个树 然后拧成270 好我现在拧成270稍等 是不是转的太快了 OKOK已经转到270了 现在飞机再转向向右转向 是不是马上到四两两了 对对马上到了 马上到了 还有二十海里吧 对等飞机的那个三脚 压到这个四两两上的时候 然后刚才调270那个旋钓 转到180上 你现在高度多高 7900 好嘞你现在这样啊 就是你把这个高度调成2000 我现在还没有就是那个227的 那个那个航向还没有转呢 我现在就要调到这个2000吗 对它不影响啊 就是你这个航向是航向 然后下降高度是下降高度 你现在这个高度是偏高的落不了低了 好 OK OK OK我现在调到2000啊 现在速度多大 我已经调到2000了 然后呢 现在的速度是多大 速度242 好了你把速度减到220 好稍等 好稍等 好稍等啊 好稍等啊 现在把这个227这个航向 然后拧到180上 然后一定是左转 一定要左转180 我现在没到PEK呢 我就直接拧到180是吧 是不是已经离PK很近了 对 PK现在在我最小的那个圈的圈顶啊 好嘞 那你现在拧就可以了 没问题 好的好的好的 180是吧 OK 对 你速度调整下来了吗 速度 我速度已经调下来了 现在是219220的压势 航向现在转到180了吗 现在已经转到180了 然后飞机只是飞了 然后现在那个高度应该是2200 现在的速度已经是保持220了是吧 现在速度大概是226 227之间这个样子 好嘞 没有问题啊 然后你看这个就是油门 右手油门的这个位置 左右各有一个手柄 对吧 然后你看右边的手柄上面 是不是写着FLAP 对 flap up 对 然后你现在看右边手柄这个底结 是不是写着 1 2 5 10 这个数 对的 对的 没错 你现在把这个手柄移到显示1的那个卡位上 我跳从0跳到1了 然后有一个轮子在跟那转 对 那个是配平轮 不用管的 全程都不用管的 咱们现在准备要用手柄机场东跑道落地 也就是动摇好落地 现在老胖你现在是右转啊 那个heading的那个游标底下那个窗 要右转到航向270上 好 右转航向到270 我现在就调了是吧 对你现在调 好 时间肯定就距离肯定已经够了 时间肯定就距离肯定已经够了 好 一边调到270了 哥 跑道是什么F10在什么9340A嘛 你现在直接heading航向是330 你直接调330 好 我直接调330 好 然后在你heading刚才这个旋钮的右下一点点 有一个APP的标志 一个按钮 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 F这我熟 然后呢 按一下是吧 对 现在直接按一下 按一下已经变绿了 好嘞 好嘞 一会儿它会自己这个飞机到了航道上之后 它会自己主动的右转 你就不用管它 什么都不用管了 它会到这个F-I-01C 然后那个十字星那会儿直接右转是不是 现在跟你就是右手边这个地图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 它现在用的是地基的那个型号导航 就是它到跑道的延长线上之后它会自动转弯的 虽然我也不懂 但是我是不是就是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了 对 什么时候转弯了 然后你再告诉我 OK 起楼架的按钮你先要找到 一会儿听我口令的时候 我说放轮 然后你再把这个手柄往外拉 然后往下放 现在不要做了 OK 它那个往上shutup 然后现在是程度在off阶段 然后往下是DN 就是down 所以就是往下down是吧 听我口令 然后你就把这个往下放 现在先稍等一会儿 OK 所以现在我就等着自动右转就OK了是吧 对 好 行吧 老胖说你看见这是正前方的那个 就是你的那个显示器上 蓝色的上面有三个框了嘛 显示三个框 中间是用白线格道的 蓝色的上面三个框白线格道 大概你能再说得清楚一点了 就是这个显示器的最上边 显示器内容的最上边 有一个三个就是长方形的 显示中间显示绿字的 OKOK我看到了 然后最右边那是AutoHill 后的啊 好了一会儿你只需要帮我抱一下这个 就是我问你中间那个框显示啥 右边那个框显示啥就行了 OKOK 然后现在再来熟悉一下减速板的那个位置 就是在那个锦翼手柄的对面 还有一个伸出来的一个手柄 上面写的就是S-P-T-B-R-K 看到了吗 并没有 谢谢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啊 油门的两边各有两个手柄 你刚才移动的是右边的锦翼手柄 你需要把这个手柄提出来放到上面 就是卡扣的这个卡槽的上面就行 就是放到arm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你把这个手柄提到那个arm的位置上 我已经放到arm的上面去了 好嘞 这个就是落地之后 轮子接地之后 减速板升起的那个预位的那个电门 一会就不用管了 咱们现在做完一会就不用再做 OKOK 对对 现在右转了吗 已经开始右转了 说话的过程中才右转了 好嘞 现在放轮 就是刚才那个轮仓的那个手柄 向后拉一下 然后往下放 放到那个DN的位置 已经放到那个轮的位置了 然后现在是对 然后你的锦翼手柄现在放到15 然后放好了告诉我 放到15了 然后把刚才那个速度带的游标也调到15上 速度带的游标也调到15上是吧 对对 调到15上是150 155 好嘞 就先放到155就行 然后我想看到跑到了 然后现在应该做啥 然后把最后一个锦翼位置移到30上 好 锦翼位置已经移到30了 然后现在速度是155 然后锦翼位置 底下是不是显示着有一个就是 最后的一个绿杠显示的是危机准 reference 是吗 对 ref 对对对是的 你把这个速度游标移到ref上面的五节五海里的速度 ref ref现在显示是多少节 ref显示了143 然后现在移到了148 对 你就把速度游标调到148就行 OK 现在已经是148了 你正前面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显示器的中间跟最右边 然后显示的两个那个英文字母是啥 中间是VOR 然后-ROC 然后右边是G-S 好 证明你现在是也在下滑道上又在航向道上 我马上就要落了 好嘞 现在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然后进跑道之后随机就会自己落地自己下停 什么都不用管 10 5 我好像已经停 我好像已经落地了 好 这位教员速度过来了 这要反 这要反推了是吧 对对对 对对 有时 好 OK 出来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但是最后教员把我停了 哈哈哈 那为了整个视频的长度里面还有很多我这个一脸蒙逼跟着找按钮的细节全都被剪辑掉了 那这一次呢也只是粗略的模拟了一下最后进进阶段的过程 算是给我这个爱好者简单的上了一课 即便在有自动驾驶而且天气晴好的情况下 在落地的过程中也真的是各种的手和脚乱 那天后来我们聊到了很晚也聊了很多飞行员的压力以及大众对于他们这个职业的误解 真正在直飞的过程中各位机长的心理压力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们要为后面那几百位乘客的安全保驾护航 也请各位在飞机延误或者取消的时候能够多一分谅解 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应该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在这里给您拜个早年了 预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边乘风破浪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2023年咱们造起来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多谢您的宝贵时间 我是小茶 咱们路上见